雖然還是沒有打得很好 還是不被看好 可是還是很想證明自己 然後證明給教練看 然後還有家人這樣 其實那時候一直都很低潮 就是因為從高中是打主力球員 然後來到這裡就是一直都打不到球 所以就是那時候 其實學姐他們也會很鼓勵我們 就是後面的人 因為我們球隊版就是主打那幾個 可是就是連家人都沒有放棄 我們自己也不能放棄 然後一直到現在就是換了新的教練 然後也走了一些人 就是球隊一定要有人跳出來 然後那時候就想要證明自己 因為從高中的時候 小乖家人就有講過 因為從高中我跟我有一個同學 就是那時候進來的時候也不被看好 然後家人就跟我說 他就有找我講話就跟我說 他不希望他找的球員是被人家講話的 所以要證明自己 要把自己打出自己的價值 然後所以一直到現在都是 雖然還是沒有打得很好 就是還是不被看好 可是還是很想證明自己 然後證明給教練看 然後還有家人這樣 很謝謝他 因為其實他一直有跟我講 可是在六強打完的時候 我的狀況一直都很差 可是四強這兩場他也是讓我打先發 六強打完之後 回去的那兩個禮拜練習 然後包括我們也有去跟職業隊的學姐 因為他們做友誼賽 可是我的狀況一直都很差 然後可能淑靜姐有私下找我聊 就是跟我說他想辦法跳出來 因為我們的傷兵很多 在這兩個禮拜 我們有心玉姐 小Q 他們就是都有受傷的問題 所以就是他希望我可以跳出來幫助球隊 以現在的所剩的人 當然就是風險來講 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們是一直到現在 可能至於到比完賽 我們的風險還是處於一個弱勢的狀態 那小白是說 因為那時候我跟 我們十月份有去一趟馬來西亞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有跟婉玲跟小白說 他們兩個絕對會是我今年聯賽的 重要重點培訓的風險 那其實他們兩個其實自從開始跟了我之後 其實他們的練習都很認真 因為我是甲族出來的 所以我要求的東西是非常細膩 那他們兩個一開始其實 練球也會練到哭 然後再加上我 其實我訓練是非常嚴格 他們兩個常常被我罵 那我覺得我很開心 是說到後面 他們也很爭氣的 就是爬上球隊的先發陣容裡面 那其實小白其實在這兩天的比賽當中 我感受到他很緊張 但我覺得我也不怪他 因為畢竟是說雖然去年他們冠軍 但其實小白 他是沒有踏到這個球場上打球 那當然是說 我當然還是要鼓勵他 那我覺得這兩場 雖然他上場的時間別並不多 發揮也並沒有說很好 但我覺得就是都是足夠讓他 就是明年搞不好就會更好 因為都是經驗 我的防守就是可以再更好 一線可以再壓迫一點 就是第二拍就是 就是有時候都守不上去 然後進攻方面的話 我希望自己可以再更有執行一點 然後進攻欲望再強一點 然後幫助球隊 就希望自己可以更沉穩一點 就是不要在緊要關頭的時候 這麼多失誤 不要就是微微縮縮的 然後希望可以幫助球隊更多一點 謝謝 你們 我們 我們